有解決到我生活上的痛點 第二代 嗨大家歡迎回來 所以今天很興奮 我要跟大家開箱一個META跟RAD BAN一起合出的 智慧型太陽眼 這在袋子裡面呢 我這次訂的是Wayfair RAD BAN & META 2023年的10月17號 它才正式開賣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所以這邊有一個這個 打開 打開 打開是這樣子一個紙箱 然後 喔它直接打開 喔它要你下載一個 New App 因為這次的這個眼鏡它有那個 有AI智慧 所以它 你可以有那個語音 你可以說Hey META 然後問問題 這樣 這個 喔這個CASE我覺得很好看 很有質感耶 打開看看 我們的眼鏡 哇一打開這個綠光 眼鏡裡面是長這樣 眼鏡在這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箭頭 把它打開來看看 喔 其實拿起來 其實拿起來沒有很重耶 喔比我想像中的輕好多 然後這邊 就是它有這 它好像在右邊的地方有觸控 觸控的那個 就這樣子 欸我覺得外觀就看起來跟一般的眼鏡 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很輕耶 我好訝異喔 反正這個CASE很重 因為這個CASE要拿來做Charge 然後它的這個 剛剛這個箭頭的地方 剛剛這個箭頭的地方 就是拿開 這邊有這個充電的 喔對然後我有先做過功課 它的那個 它這邊有一個 快門 然後呢前面有鏡頭 這邊裡面還有一個那個夾縫 它的說明卡 它的說明書 欸可是 它沒有給充電線嗎 OK 充電線可能要用自己的 然後 據官方說法的話 這個CASE可以讓 充飽一次是用四個小時 然後 可以充大概七到八次 這個CASE 所以配對的時候 就是這個CASE打開 然後你要把它放在 這個裡面 它裡面沒有附線 但是 USB-C線 插著 充電的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APP的話 你就是打開之後 就先下載 這個APP 然後它會叫你創造一個帳號 看你是要跟著你的Facebook 還是要跟著你的Instagram 然後我就是突然想到 我可以拿我原本的 Wayfair 就是我好幾年前買的那個 原始的雷蓬的墨鏡嘛 然後我想說 欸我感覺這個 其實好像比它還輕耶 比原始的還輕 我不知道 我們來測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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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雷蓬的 喔我覺得真的好意外喔 加了這麼多智慧跟科技 在裡面 然後這個只是單純的墨鏡喔 這是原本的 你看 其實外表 其實戴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這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是感覺比較像 塑膠的感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它沒有很重 好我現在在弄個tour 在教你怎麼樣拍照 怎麼樣錄影 喔它現在釋放音樂 Oh my god 哇這音樂好… 讓我驚訝喔天啊 不知道現在外面聽不聽到我在聽音樂 然後pause 喔真的蠻靈敏的耶 然後它現在其實APP上面就會跟你講 你現在眼鏡有多少點 Hey Meta take a picture 就是你講完 它就會幫你 就是有照相的聲音這樣 嘟嘟 哇它的音樂真的很環… 很怎麼講 很環繞耶 所以我現在聽音樂 然後呢往右滑 哇它這個音樂真的是賣點耶 我的天啊 就是這樣往右滑 大聲 然後小聲 按一次就pause 然後再繼續… 繼續聽 忘記說 它現在這Meta的眼鏡第二代 它現在只有支援 Italian、French跟English 我們現在來測試 真的可不可以hands free接電話 我現在等電話來 喔它告訴我電話來了 Hey Meta pick up the phone Hello 欸真的可以耶 WOW 欸真的hands free耶 我剛剛想說要用按鈕按哪邊 就是不用用手啊 OK WOW OK Bye 然後我會在實際使用之後 再給你們做評測 嗨大家歡迎回來 所以呢經過這兩天的使用之後呢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 我到底推不推薦買Meta Redband的第二代 Smart glasses 可是它現在的眼鏡呢 它現在有1200萬畫素的相機這樣子 你可以拍出更好的照片 那以我 我就很喜歡拍照嘛 就是當場想拍起來去分享的那個 那個需求我覺得已經符 我覺得拍照方面是滿足我的需求 那影片方面 拍影片的方面 我覺得也是滿方便的 因為你就可以說 Hey Meta take a video 它就會開始拍 拍出來的影片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要 影片的話它現在 就是比去年來講 是增長到60秒 你可以拍60秒的 1080 Full HD的影片 然後30fps 比兩年前的那個第一代還要進步很多了 因為兩年前的第一代 你只能拍30秒 那我說它的 它的APP其實也蠻User friendly的 你在眼鏡上拍完照 錄完以後 然後它就問你的手機 要不要import這些 video跟影片 只是唯一的缺點是它在import的時候 你不能把那個metaview這個APP關掉 然後呢它等到import完之後 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機的相冊裡面 找到你剛剛拍的這些照片 好再來就說到電池的續航跟充電 電池的續航呢我會說 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話 我覺得它電池消耗速率可能是 20分鐘就會掉6%這種速率 但是它放回它這個充電case之後 又很快又充回來 然後其實這個充電case 我目前用了兩天了 它其實它case的那個充電量 也才掉了大概2格 5格嘛總共 所以感覺好像真的是 依照我的使用啦 就是感覺是可以用個4天 5天可以 所以充電量以我個人 目前的用法 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然後呢再說打電話的部分 打電話的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推 因為你只要電話來的話 你就直接說 Hey Meta pick up the phone 它就會直接幫你把電話接起來 或是你要打給誰 你要發一個機師照片 所以就介紹到我會使用的場景 假設今天呢 我是滿手包包 然後又牽著小孩 然後就趕快就是 先生先把我放在餐廳裡面去看Menu 要等一下點什麼 因為你也知道小孩子非常沒有耐心 所以媽媽常常要做的就是 趕快問先生還是決定我們要點什麼 譬如說我現在面前有一個Menu 譬如說現在面前我有一個Menu 我就直接說 Hey Meta take a picture and send to 然後呢它就把你現在這個 你看到這個Menu 馬上傳給你在停車的先生 他從停車場走過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趕快就是看他要什麼 然後馬上就是可能再傳簡訊跟你講 然後眼鏡就會跟你講 你要什麼 所以同時你在看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你先生要點 然後小孩子在那邊亂 然後你滿手的東西很混亂的時候 你還是能夠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眼鏡 那你當然混亂 然後又要照相 小孩子就在鬧 拿手機來然後小孩子在鬧 反正小孩子就是 你就是當一個媽媽 就是小孩子隨時都在鬧 你不要再用你的雙手再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絕對很推薦的 第一個我會用這個眼鏡的使用場景 第二個我會使用的場景呢 就是就像以前我常常 有時候跟我朋友去逛街 我們有一次把車不知道停在哪一層 我們在那個 我還記得是新竹的大園拜 然後不知道把車停在哪一層 然後我們就是從那個很快樂的那個 shopping跟吃東西回來 大概晚上了 完全忘記自己的車是停在哪一層 停在哪一樓 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有帶這個 Red Band的 Red Band Meta眼鏡的話 你在下車的時候 你就直接說 Hey Meta take a photo 你就馬上 就可以知道你停在哪 你不會再跑錯層 當然這是我 我相信 這一定有人會有發生過 你忘記你的車停在哪裡 專門為我們這種就是 有時候姐妹濤見面太開心 然後忘記車停在哪邊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非常推薦 第三個我會使用的場景呢 就譬如說我昨天呢帶我小孩去海邊玩沙 那當然我又是大包小 拿著我的早上的咖啡 然後我又包包滿手的東西 水壺 所以我就不方便跟他一起去玩沙 可是他在玩沙的同時呢 我又有時候又覺得很無聊對不對 家長你都有同感 就是小孩在玩的時候 你就已經滑手 可是你現在手上就已經很多東西了 你要怎麼去拿一個手機再滑 所以呢我的話呢 就是昨天我就是把我的手機打開音樂 然後我的耳機就在聽了 然後呢 因為他的耳機就是沒有完全屏蔽掉環境所有的聲音 所以你依然小孩在叫你的時候 你一定要可以回頭看他或是跟他互動 但是你耳機 你的耳朵裡面還是聽得到你想要聽到的音樂 然後 譬如說小孩就是他昨天挖到貝殼 說媽媽你看貝殼耶 然後拿給我看我就可以馬上說 Hey Meta take a photo 然後就馬上就是馬上就是 就是拍下來 然後做紀念 你就不用就是拿著手機這樣 你也不用另外戴耳機再塞耳朵 然後你現在只要戴著這個墨鏡 他基本上還可以取代你聽音樂跟拍照的功能 然後你又可以這樣子隨時隨地看著小孩在幹嘛 其實家長在滑手機的時候 小孩在玩 他突然可能被海浪捲走 你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呢 你如果戴著眼鏡 你馬上看他在幹嘛 你也在聽音樂 其實在他旁邊就很像保鏢就對了 然後我就戴著墨鏡在那邊聽音樂 我真的很推所有手上很忙碌的媽媽爸爸去買一副這個 你用用看就知道這個感覺是什麼 結論就是說 我會不會推薦大家去買這個 我覺得結論是肯定的 在我的觀點裡面 你只要有一個東西能夠結合兩個東西的功能 那我就覺得這是非常值得去買的 如果你還沒有買過一個Red Band的Sunglass 那我覺得你真的是完全可以去買 加了Speaker 然後又加了Camera 科技真的太進步 以一個Content Creator來講的話 你的包包裡面 當然是越輕越好啊 我現在的包包呢 帶錢包帶這個 再帶一個手機 再帶鑰匙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再帶耳機 耳機你要擔心他沒有充電 然後你也不用帶相機 雖然說你說手機要拍照也是可以 像我的case呢 我滿手都是東西的媽媽 有時候手機拿來去拍照真的是一件 你懂嗎 真的是很困難的事情 這個眼鏡有解決到我生活上的痛點 有鑑於此我覺得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來買這個眼鏡 那我們今天評測就到這囉 你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或是有什麼意見想要留言給我 你就在下面留言 然後呢如果你也買了 他的功能裡面什麼你是最喜歡的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